阿嬷哭红双眼 表情静恃不舍 万万没想到孙子过年才回老家包红包给他 如今却天人永格 回到10号清晨 小客车在公路上起火燃烧 熊熊烈火吞噬整台车子 火超车当时还有一名男子倒卧车外全身着火 现场围起封锁线 锦销扑灭火势后 焦黑的小客车烧着只剩指甲废铁 之间趴在车旁的男子一程焦失 而警方调查后发现在离停车点100公尺处 有疑似爆炸痕迹 玻璃碎片满地 车子本身没有撞击痕迹 另外在不远处还发现一个空汽油桶 怀疑是自灵汽油 男子已受不了高温 爬出车外挣扎 一步由台北往一辆方向的自小客车 滑行至路间骑我然后扑灭火势之后 发现有一具大体 34岁的灵性死者是台东人 自幼由外婆带大 祖孙感情深厚 退伍后离乡北上打拼赚钱养外婆 年初才北上回家 家属说当时并没有特别异状 没想到他竟已激烈痛苦方式亲身 让阿嬷至今人无法接受 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吗 他很乖 很孝顺啦 很孝顺啊 回来都给阿嬷领用钱 警警相验后指出 死者无捆绑痕迹或外伤将朝亲身方向侦办 但仍会继续询问死者有人 历清真正死因 记得徐玉露林医生张密兹台东宜赖 采访不到 看到阿嬷额别倒 词曲 李宗盛